97MR防风防水软壳外套 限量上市 虾皮卖场热卖中 影片摩瑞士轮胎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小玉 今天呢,我们H2刚好验测 所以我们就来监理站验测 那我顺便呢,跟监理站问了一下排气管最近的问题 那监理站跟环保局的排气管的规则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刚好顺便问一下监理站的法规 到底是改装管的还是说原厂管 然后防烫盖到底怎么样 那这一路的过程呢,我们就直接询问监理站人员 那他也有翻法条 让我们知道说到底现在台湾的法规在哪里 那二话不多说,我们就看下去吧 好,我们先发动看一下车灯 有问题我一定告诉你 欸,空档 哦,好 好,来,警方正经按一下 全光灯 好,我们现在在这边 好,来,另外一边 好,来,走着搭车 好,来,讲着搭车 好,喇叭搭一下 喇叭吗 对 好,来,我们先洗我一下 来,先告诉你一下 你那个排气管的支数不对哦 排气管支数 你这一支是改过的哦 不是,你这支数不是一支吗 一支两支的支 原厂是两支哦 原厂是两支哦 这是一... 没有啊 两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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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两支 这是一支 然后,哦 两支 所以他这样叫算两支 对啊,因为有两个消音筒 工具啊 所以就是 如果你是装在一起两个排气管 像你现在车上的那是两个出口的 那就没问题 这是两个消音筒 所以 所以算两支 所以要两支 两支 这样算两支 所以我那个要变成是两支的才行 对啊 你之前的还是两支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我有申请登录 那登录的话 可以能变成一支吗 不行 还是不行 因为我们根据23条 法律第23条 支数是不可以变更的 所以 所以你那边他们只是负责验噪音 你装五 装 几支都没有差 噪音过啊 因为噪音分贝不高嘛 对啊 你噪音过就没有关系 可是支数一样不会过 对啊 因为法规还是没有修到这边 第23条之一来 机车下列设备 规格不得变更 排气管数量 及左右位置 安装位置 它写得很清楚 所以我也没办法 所以我那是两支 两支 那变成 哇那我们验噪音也没用啊 对啊 是 是不行 因为他们 所以我登录的话 我也不用理他了 我其实就不用理他 因为我两个 我基本上我支数就不对啊 对啊 但是你没登录 就看路上的警察专不专业啊 如果他知道他要开法 一定要开法 不是啊 那不是要嘛就是两支 要嘛就是分贝吧 对啊 对啊 就都有的 好 OK 所以我变成 那我现在只有这个吗 对 其他的应该都有 灯系那些都可以嘛 对啊 其他你都是原厂的啊 都 没有什么问题 其他你都是原厂的 如果你改回这个 你要有防烫盖 那一支就有防烫盖 嗯 他有装啊 你看 装一个上衣架 这个新闻应该最近也有 那我也不用 我应该不用 跟他一样的防烫盖 我只要有防烫盖 我想问一下啊 那改装管 如果没有防烫盖 不行 防烫盖就是不管什么管 都一定要的 没有 不是这么说 原厂管如果他送安损 认证的时候没有 就不用了 原厂如果送认证没有 像BMW1000RR 就有的他就不用了 新款的就没有 还有杜卡迪最新的也没有 或者是那种 那种 中排他没有防烫盖的那种 他送审的时候没有 就没有 就没有 然后如果送审的时候有 就算你改任何管 你还是要有 没有 要这样子讲 送审的时候没有 然后你是原厂管 他就是没有 你改装就走另外一个途径了 改装走另外一个什么途径 改装就要走我们附件15 法规附件15 你知道一旦是改装管 全部都必须有防烫盖 改装管必须有防烫盖 改装管必须有防烫盖 当然啊 因为走附件15啊 上面写得很清楚 改装管不是有那说什么 不碳 卡碧的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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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卡碧的我们已经 碳纖维的已经有一层素质的包围了 对啊 我们可以明显的辨识 那钛管没有办法 所以只要金属的就一定要 金属的我不知道 它金属的材质土耳 钛的成分度多少 那它包含多少 就像 就像那个不锈钢304 316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分辨了 準備去切 所以金属的 因為看不出来 所以就一定要 然後卡碧的不用 卡碧的已经包好了 就像这样子 明确包好一层素质在外面 所以就可以了 了解 目前啦 因為金属的我们真的很难判定 我知道 那一定不可能 不可能用手去判定 好 我懂 所以卡碧的 如果是改装管 卡碧的才可以 出口水平喔 那出口我知道 好像要低於大牌嘛 就是要水平 就不是低於大牌 就水平 對對對 你看它原廠出口 它也比較朝上 有沒有 因為它原廠認證過 它就是這樣 所以它就可以 那你改裝以後 你就算裝跟它一樣 你還是要低於它 因為改裝就是走附件15 所以 就是去查附件15 就查得到 我們這邊有 還是你要拍照也可以 稍微 因為我們現在新的規定就是都 這有新的規定 有啊 因為以前也沒有這一條 現在你看 非原形式了 有沒有 這最新的 所以這邊有寫 更換非原形式 經環保局照應認證 且對應機車遮型排氣管 然後呢 來這邊 應有排氣隔熱防護裝置 排氣管尾端出口應於車輛後方 就是說不能側排 對 這很明顯 然後呢 在平坦的地面 兩輪著地時 排氣管尾管出口角度 不得傾斜高於水平線 排氣管尾管離地高於一公尺 則出口低於水平線 蛤 我知道 可是這個 這個後方 像MT09那個在側排 它算是側邊的 它 只要是改裝的 都不會過 所以 如果它是原廠是側排 但是你變改的 就要走這邊 就走這一條 然後這一條就不符合了 對對對 我們有拍很多照片 它就要 你就要去做彎管 彎到後面 對對對 對 所以它原廠側排可以 可是我們改裝的不行 對因為改裝就走這個 哦 附件15 感謝 謝謝 好來 那上面儀器會做嗎 好啦 那我已經都幫大家都問完了 所以說 不管你是原廠管 要防燙蓋 然後你改裝管 除了Carbon碳纖維 可以不用防燙蓋以外 所有 只要是鈦管 就是看起來是白鐵形式 或是鈦合金形式的 都一定要防燙蓋 那你改裝管 那你改裝管 如果你的 形式上面 就是它 法規上面也有想 附件15 說什麼 要水平 然後要從 後置排孔 不能從側排 什麼樣一堆形式 所以其實改裝管 其實規範 也是有的 然後這個是新的法條 那剛好我上禮拜就去驗車 然後我們就跟建議站的人員 詢問清楚 好 詢問清楚以後 法條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變成說 在路上的時候 就是要看警察 他要怎麼抓 那當然如果今天他 配合的人員來抓的話 那就要看他是 配什麼人員 所以我們上一集 就有講說 這個局背心 如果是監理站人員 他抓的就是 排氣管形式 所以要照 附件15 或者是 原廠管 防燙蓋的形式去抓 所以就是不管幾支 防燙蓋 白鐵或卡榜 然後出口 這些相關 那當然如果你的 後照鏡 方向燈 大燈 跟驗車很像 基本上這些 全部都會被抓 就跟我們驗車一模一樣 看燈性 看後照鏡 然後再來就是看排氣管形式 大概就是這樣子 基本上 監理站人員 大概就是看這些 那如果你今天遇到的局背心 是環保局 然後環保局 當然只管噪音 那就是他不管你說 你的排氣管形式 或什麼樣的形式 他只管噪音 那他可能就會抓你去旁邊 驗噪音 那通常都是有空曠的地方 然後他可以像一個學校 那種的 然後他抓你進去驗噪音 那大致上是這樣 環保局的部分是這樣 那監理站人員 他就是不會抓你去驗噪音 他路上隨便都可以來 因為他只要看照片 他只要知道法條 他就可以開你單 那警察人員呢 因為他的狀況沒有那麼了解 警察其實狀況不是很了解 那這部分我要幫警察講話 警察其實本身 他就不用了解到這些法規 所以他通常的方式呢 就是開你罰單 然後或是開你一些驗車單 請你去申訴 這個基本上警察就只能這樣 他其實不用去背這些法條 不用知道這些法規 其實還有看到之前 還有一些影片 是說什麼S1000R 然後在跟警察在那邊 無限的迴圈 那其實這個部分呢 我就跟大家講說 這部分其實不用跟警察去吵 因為你去跟他警察吵 他只是去翻法條 他翻完法條以後呢 他知道了附件15這以後 我跟你講 他如果今天知道附件15 你的排氣管 就有可能連過都過不了 那今天他拉你下來的情況下 你的是Carbon規格 原廠驗的是Carbon 他不知道他開了 可是你去申訴的時候 你就會申訴過 很多人問我說申訴可不可以過 我說真的啦 現在我們問完捷領站 捷領站的意思是說 今天如果S1000R或新款的杜卡丁 他的驗車模式就是沒有防膽蓋 他就會過 所以你去申訴的時候 你就會過 你現在是原廠館 你去驗你就會過 雖然申訴很麻煩 需要多跑一個流程 可是警察本身就不知道 那這麼多車種刑事 他怎麼可能會知道 那他不知道的情況下 他就只能開 然後請你去申訴 那說真的 我還是希望警察不要知道 因為當警察知道的時候 所有人都死 所有管都死 因為他不知道 他就只能亂開 然後他可能只是為了面子而開 或是想開就開 或是上面給的壓力而開 那今天他開了 可能是錯的 是怎麼樣 反正你有任何理由就可以申訴過 我說真的 因為警察要開罰單 他是要有很多相關的理由 他才有辦法過 那當他不知道的時候 他就只能開他知道的 防燙蓋啊一些小的 可是當他全部都知道的時候 那你們只有死的更慘 像我在台北這邊內湖這邊 細紙那邊的部分 就是最厲害的警察 細紙警察呢 在所有的相關系列 傳動蓋 胸蓋 後照鏡 全部開18條 驗車 全部都開18條 細紙警察為什麼會這麼的 會開18條的原因 驗車 然後 這個18條半年被開兩次扣牌 為什麼都會這樣的原因 都是交匯的 然後現在北宜山上 開什麼 直噴 他排氣管不抓 開直噴 為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 在交匯 因為你開的項目不同 得到的懲罰會不同 他如果今天要抓你排氣管 因為你裝砲管啊 你裝什麼很吵的管啊 然後他開你排氣管 他只能開了以後 請你去環保局驗車 那是不是你只要去環保局驗車 然後去處理就好了 可是你現在做法是怎麼樣 你要讓他交匯 你在當場跟他吵 吵到那個警察不爽了 好他回去翻了法條 我知道明文法條哪一個哪一個哪一個 那哪一項比較嚴重 那我就要開嚴重的 讓你沒辦法過 沒辦法申訴過 然後讓你更慘 這個東西就是 他其實不懂 不是所有警察都有玩車 那他不懂 他也不了解這些法條 他也沒事無聊去背這些法條 根本沒有用 他反而要去背的是他其他相關的一些法條 可是 當你再去跟他吵 跟他爭論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奇怪 我只是要開一個簡單的法單 可能三百五百一千 你在那邊五四三 甚至你伸數就會過了 然後你在五四三 所以他決定不爽 那他就是去翻那種更貴的法條 一開就讓你死 這種東西就是 他不爽他一定搞你 因為他是有牌的流氓 他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其實說真的 你去跟他吵 我覺得沒意義 為什麼 因為現在就是分開來 你看喔 環保局的法條是噪音 然後監禮戰的法條 是排氣管形式 好啦 你看現在兩個都不一樣 然後你看像我H2的管 就完全沒折 完全沒折 因為我那個排氣管就是一支 他是兩支 然後我們查過 所有H2的排氣管都是一支 不管什麼單出啊 怎麼樣都是一支 講驗過 跟你講 監禮戰人員出來全死 全死啊 全死啊 我完全沒辦法過啊 最後還是只能換回來 因為兩支 要不然我就是要找人定製 變成兩支排氣管 要不然 我就算噪音弄過 那支排氣管的聲音 要弄過簡單啦 消音塞裝著 然後處理一下 一定用得過 我便當盒還在咧 對 可是要過噪音 絕對不是問題 我還申請了登錄 結果我現在不用啊 完全不用登錄 因為我登錄過了 我在監禮戰不會過 我一直在那邊 我排氣管一直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我就保了 對啊 所以說 基本上這就是現在的 法條上面的一些 呃 不一樣的問題 那這種不一樣的問題呢 現在就卡在於說 如果你是改裝管附件15 如果你不是改裝管 就符合原廠的這種 那這種東西原廠的 你又一定要有房檔蓋 就卡在那邊兩難 那 排氣管形式 然後還有那種側牌的車 側牌的車基本上要改 又死了 側牌的車基本上 你反而要改變形式出來以後 然後去驗 然後讓它改變形式變成正規 你才有辦法 然後現在的泰管呢 也很麻煩 泰管你又一定要房檔蓋 好啦 那這就是目前台灣法規的部分 之後呢 會不會再改變什麼呢 我們也不知道 大家在吵的情況下呢 會不會再因為有人吵了 然後再改變另外其他的法規出來呢 我也不確定 可是我們現在就是把現況 台灣法規是怎麼樣的 跟大家講 那其實建議戰也給我們一些回覆了 那環保局的回覆呢 基本上就是噪音而已啊 他只能驗噪音 他根本不管車子怎麼樣 他就是驗噪音 所以今天 警察他到底知道什麼法規呢 其實不重要 大家也不要跟警察吵 就讓他開 你再去由這些法條 齁 去做申訴的情況下 基本上都會過 只要你符合 可是今天你不符合的情況下 你就閉嘴 腳發單 簡單一點 OK 好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鈴鐺 今天這個建議戰法條的部分呢 就到這裡 掰掰 掰掰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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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